好 我们回来之后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叫做基本问答嘛 所以表示只要会问就好 这最简单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irGT还有一个基本问答 有些人家里面有没有币癌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网路上 用我们标准的方式 你要找这个币癌的处理方式 可能你就会找很多的一些产品 或者是别人的经验分享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ChairGT怎么回答我们 好吧 他也满诚恳的 哈哈哈 好 宰住了 我把他变大一点好了 这样哥应该看得比较清楚 好 你看 我就问他 嗯 家里面有币癌 要怎么样 DIY 有没有 啊 顺便请他帮我解释一下嘛 还有我们要怎么做 怎么施工 他告诉我 建议你不要自行 DIY 哈哈哈哈 其实以前我有处理过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效了 因为我们的处理方式可能还不够完美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又被下雨打败了这样子 好啊 所以其实他还是建议你就找专业的团队来做 你看他要帮你解释有没有 如果你要自行处理要怎么做 他还是要告诉你 简单的 像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 体验到 其实我们问ChairGT 跟问收讯型 好 传统的收讯型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好 那经过了三个基本问答之后 其实呢 ChairGT 你真的不能只有这样子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你要会问好问题嘛 所以你要提出你的什么 我要什么格式 我要什么要求 所以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这里 你知道以后老师要怎么出题了吧 来你看一下 像这个诸葛亮的初诗表 其实你就不用把初诗表的这篇文章给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知道啊 对不对 那网络上一定有这个资料 所以你看老师要出题目就告诉他 我要出五个单选题 每一题有三个选项 所以你看他就帮我从这里面 找出了五题 但是呢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念这个历史了 我也忘记了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告诉他 你要给我附上正确答案哦 就像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一个正确答案 不过说真的 这正确答案不见得会是都正确哦 好 所以你不要忘记了 当你不是专家的时候 请怀疑一下他给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真的要去对一下哦 不然你就完蛋了 这样了解 好所以这是给大家看一下 你要会跟他提出格式的要求 那除了这种格式要求 我们刚刚的是出题目嘛 给选项 另外一个是像这样子 你看我请他帮我做一个反霸凌的一个活动的规划 那我在规划他的时候呢 我就请他要求 哎 你要把我这个活动的日期 有没有 活动的流程需要准备东西 帮我用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来 你想看看以往要你自己做这件事情 你应该没有很高兴嘛 哈哈 嗯 哎你可能要做比较多 好你看哦 我现在先请他就是 有给他一个个案 但是我这边没有把那个个案放进去 结果他帮我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基本的个案 活动目标 活动的流程 活动的成效 那接着呢 我就请他 那你可以用表格的方式 帮我把它呈现出来 对不对 他就帮我把它这样整理出来 本来我是想要让他不要把那个 BR有没有 BR是我们网页上的换行符号啦 但是我发现 他在这一块他就 不是那么好沟通 叫他不要他还是会 他就 只会帮我变成 没有那个符号 但是表格他就忘记 哎有时候确实机会这样子哦 为什么哦 因为他的大脑容量有限 所以他的大脑容量有限 不是他的资料库比较小 而是他的短暂记忆 就好像我们电脑的记忆体 他没有那么大 那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他前面的会忘记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跟他讲之后 我会再重复提醒他 好这个是像这样子的 哎所以如果外面他真的不行 那就算了 哈哈哈哈 好所以这是我在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有遇到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我们针对他格式的要求 那你看跟我们创课有关的 比如说我请他做一个这个 3D印表机的 3D印的一个体验课程的规划 所以你知道那个银胜以后 还有博语以后怎么规划课程的话 就直接请他规划就好 你看我会把我的需求 讲得比较完整 好你看我告诉他 我要一个三小时的体验课程 而且对象是谁 然后呢我请他用格 这个表格的方式帮我呈现出来 那表格里面包括什么 像是啦时间长度主题简介备注 而且我还请他帮我怎么样 准备一个 好每个主题准备一个 跟同学互动的讨论题目 有没有 这样就可以很快就准备出来了 其实比较一般性的 就是说他这样大概整理完之后 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你是人嘛 他是AI 他帮你整理出来的 你可以不满意 你就请他再做修改 好比如说我发现 他要我教授的叫Tingercad 这个雷创客基地很多都用过嘛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跟他讲 可以帮我把这个软体 好你看 请你帮我 来我就用打字的好的 所以你们拿到我的这个简报 你都可以接着再继续请他讲下去 请你把这个改成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用过那个3D Slash 对不对 这个也是很好用的 把上述的 这个角格资料中 好那我们就请他重新深层 有没有 当然其实你可以再请他做更详细的说明 所以这次还好 他有记得 反正如果他忘记了 或他给你的 不是你指定他要的 好你可以直接停止深层 然后就跟他讲你怎么忘了 请记得你要帮我产生什么 好类似像这样子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 不是像以前我们学程式语言 啊你要写Python 你要写VV 好你要写网页 现在是直接跟他讲人话 这样了解 好你看这里他就改改变了 有没有 好大致上就像这样子 好所以你要学会跟他要求你要的这些格式 那就会比较OK 对熊赞讲的好 不要忘记你是人好吗 趁现在你还可以当老大的时候 你还可以指挥他好不好 以后他比你强大的时候你就要听他的 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看27页这边哦 哎这边呢情境的要求也很重要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好那我问一下各位如果问你什么是量子力学这个应该就很困难了吧 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这个在这边我们的AI他就呈现很棒的 你看如果你只问他什么是量子力学那他当然就是用标准的方式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研究围观世界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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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但是这里面你有很多的专有名词 这样解释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就跟他讲那你可以用国小的程度来理解什么叫做量子力学 哦这样子是不是就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 所以你看他解释的用很小的物质粒子组成的 有没有像我们的光就是他是粒子也是波嘛 对不对 他就有这两种特性 有没有他用这种方式解释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不好理解 没关系我们可以让他用鬼灭之刃的角色跟剧情 你有没有感觉到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他在鬼灭之刃的哦每个鬼都有自己独特的 他就用他的故事情节来解释给你听 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到比较OK一点 熊战有问到一个问题 说这个问过的问题分享方式在上面吗对啊你已经会了 所以就在这里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按下去他会问你要不要把这个都要保存在他们社会上确定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共享的网址 所以像这样子你看我可以很完整的呈现我跟他的对话 那你又能够接续下去甚至你可以修改我的 比如说你就按一下这里有没有 你可以按一下那你就可以修改我用三到六年级你可以说国中一年级也可以啊 那他就重生产 重新产生后续的这些内容 那你说鬼灭之刃 用这样子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还不了解你看我就要问他有没有哪些场景哪些剧情也牵涉到这些不确定的 有没有请他举例再说清楚一点 然后他就他真的有看了 他自然跟住有没有 所以很好玩吧 以往你只有看漫画才会有这一种啊 但是现在你要产生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变简单的 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在亚马逊也好 在这些所谓的畅销小说啊 这些创作的排行榜 很多都是用AI创作的 因为AI很会唬烂啊 这样有了解了吧 所以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 你一问受讯群 他绝对不会回答你这种问题 因为没有人写这个 他不会自动生产 所以你就发现说为什么 现在大家很多人会着迷在这一块 甚至有些人还走某入某有没有 用AI产生AI女朋友 真的哦真的哦 嘿没有错哦 熊湛讲的对啊 想的出来问的出来 他就敢回答你好不好 只要你的不是在他的那个 负面清单里面的 不过说真的他现在就像一个小朋友 所以还是很多人会用一些所谓的画术 就好像你在外面看到那些诈骗一样 他会用画术去避开那些我们所谓开发者 给他的这些所谓的原则规范 比如说哎我们刚刚讲的 有那个勤色的他不会回答你对不对 然后有的人就会刮弯抹角啊 说我现在要怎么样做一个这个勤色的调查啦 研究啦你可以帮我什么什么 他就也会帮你产生出来 真的真的 所以就好像有点像在骗小孩啦 啊这个当然我觉得我们把它用在好的地方 其实就可以很方便的帮助到你 但是这个是一体两面 所以为什么前一段时间那个Google的 有一个AI教父有没有 他持续的Google的一个职务 就是因为他想要更自由的谈论AI这件事情 因为他觉得很担心AI有可能会落入所谓的坏人的手中 因为呢在坏人手中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工具 OK来再来我们看一下 国小一点都不想问的问题有没有 叫做牛顿的三大定律 那我们的Trade Everywhere 他有一个是功能是我们目前Trade GT没有的 因为这个功能是在定 还有那个其他有一些 那个AI的服务上面才有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AI会有所谓的幻觉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一块做一些修正 做一些修正 那你看我们在这里 我点到这边的时候 在下面这里是要输入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叫风格 预设是在平衡 但是你看他里面有三种 一个叫什么创意 平衡跟精确 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AI讲废话的 好那你就用精确 那如果你觉得你比较喜欢跟他喇叻的 喜欢跟他聊天 喜欢跟他天马行空的 你就用创意的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发挥他的创意 这样你了解吧 哈哈哈哈 好就你点到这边的时候 就可以去选择 好就是在你问问题的送出之前 你可以去选择 那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是玩鬼秘之刃对不对 哎然后呢 哎这一个牛顿三大定律 我看一下他没有帮我 我连结错了吗 我看一下我这里有没有 牛顿的三大定律 哎我这里没有 等我一下哦 好我已经改好了 好所以你们简报28页的那个连结 你可以重新 可以重新点开 这样应该就会是正确的 好你看 我现在在这边 我还是问他牛顿的这个三大定律 对不对 好那你可以看到 哎标准的 当然他就是正经八百的回答你嘛 对吧 好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跟第三定律 那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啊 你看我就请他 可不可以用西游记里面的故事情节来解释 好 哎那你可以留意看看哦 如果你看我我把这个重新编辑一下 哎我应该先保留一下后面这一段哦 你看这一段我先保留下来 然后还有后面一段我先保留下来 你来比较看看 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打开那个创意的方式 他的回答会是怎么样 好不好 来你看我用这个编辑 我应该直接用这样子 好然后我点到下面哦 我现在是用预设平衡的 对不对 好我用西游记的故事来解释 好你看一下 哎 因为我前面已经有用创意的哦 所以他现在都会把那个故事讲出来 我之前在用的时候 他不会像这样 他只会从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就直接讲 他就不会像这个 这里就不会有这个 他会直接像这样 直接解释 好你看书路空在变成船的状态下有什么什么 那因为他还记得前面的哦 所以现在叫他忘 他就不想忘记这样子 有没有你看他你如果用创意的 你也可以开一个新的 就建立一个新对话试试看看 来我这边请他先停止 你看我我用新的然后用平衡的 好 有没有第一定律有没有 他就不会讲那个故事啊 他只会像这样简单的讲 他不会把前面的故事先描述 对不对 这样了解了 所以你也没有发现 原来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 对吧 你要解释东西 我们常常讲有时候叫做换句话说 但是常常因为受限于自己的知识 自己的体验 自己的一些 就是 历练 我没有办法怎么样 讲那么多 不同的给你听啊 但是AI就可以好吗 他有知识 OK 所以你可以 请他用很多不一样 有有趣的 好玩的 就像这样解释 这样 是不是就可以更吸引人 来了解这些内容 那有兴趣的之后 他就可以 针对这些东西 可能 理解力也相对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是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可以这样玩的 有同学有举手 有问题吗 不要客气可以开麦克风哦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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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小心烫到的 好OKOK 来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你要会切换他的风格 事实上这个东西在哪里 在病里面也有 在病里面也有 好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简报29页的 你要会怎么样 角色扮演 这个 是我们一直强调你还在用AI的时候啊 其实很重要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小朋友的 一个 案例 我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虽然他问的不是这一题啊 这个化学的题目 但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他现在是 对好 他现在是高一嘛 可是我的化学都已经还给老师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帮他 那你想看看以前 如果你当家长你遇到这个啊那我们来补习吧 对不对 现在不一样啊 其实AI可以当一个很称职的家教 而且呢 他晚上什么时候都可以问他 不一定是什么 只有去补习班的时间 比如说像他们常常小朋友他们常常需要做题目嘛 那一般来讲 你想看看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题目 告诉你说 比如说 有一个碳跟氧之间的键 那哪一个长哪一个短 我怎么会知道对不对 那如果小朋友 他完全对这些物质 完全没概念的 他用猜的嘛 如果他有一个知道 或大约知道 他也会猜那个罐就看后面的答案啊 然后呢 答案告诉他 比如说是C 那他大概就是 我就记得是C就好了 其他这些不认识的他就略过嘛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同一题考出来选项换一下他就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真正了解 那所以呢 那我就可以 我就教他了 你就问check the GT 这里面的 有没有 每一个选项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 你问老师 老师也不见得完全都会 有时间 或者能够跟你解释的那么清楚 对不对 如果你还不清楚 你就在 慢慢的在问他 所以其实 如果你把他好好应用 事实上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个人化的家教 事实上现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 可汉学院 就是以前 提出那个翻转学习 会在 YouTube上录影片教他 子女的那个 可汉 可汉学院 他们现在 在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吧 也有推出 AI家教这样子 但是他是付费的 一个月好像是20块 美金啊 不知道是10块20块 但是 他那个 AI家教他就设定成 我不会直接给你答案 所以 你在算数学的过程里面 我会 告诉你这要怎么算 那要怎么算 但是你不能跟他讲 那你可以直接算给我看 告诉我答案吗 门都没有 好吗 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另外一种 你要让他会做角色扮演的这个部分 好 接下来呢 这个 我想 这礼拜 应该大家都有看到他的新闻 对不对 我们的 NVIDIA 好 那 这个呢 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是 虽然你现在用的是 Trade Everywhere 免费的版本 但是 不好意思 人家虽然是免费 还是有 连上网络的能力好吗 有没有 预设模式跟联网模式的切换 所以 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提到 确设GTT 他的资料铺是不是有到2021 2021 所以我就开启他的联网模式 请他帮我去读这一篇文章 哈哈哈 那这样子我再来问他问题 这样了解吧 所以如果你有 假设比如说 你有 PDF档啊 你有Word档 你就放到云端硬碟上共享出来 请他去帮你阅读 好所以你来看这里 我开一个新的 给各位看 你看在下面这边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对话模式 所以虽然我们今天是讲确设GTT啦 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不是确设GTT 好应该说只有用一部分 主要用的会是这一个 因为你会发现 用这个 更灵活 你看这里有联网模式 所以你只要切到联网模式 那他就会怎么样 自动的 帮我去 这里 我看一下 在这里 他会有一个 转化的过程 在这边 转化的过程 然后呢 他就开始 有没有 思考中 其实应该这样讲 他会把这一篇文章 开始帮他做分析 然后你看他说 I will open the link 有没有 他去读这一个 他就去分析他 那 我现在用我的一篇文章 来做示范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OK 比如说我们介绍这个好了 就是 讲那个 语音辨识的部分 那我把这个网址 请他来阅读这一篇 所以我现在呢告诉他 请你先帮我阅读这一篇网路文章 来这里 来这里 我回到这个 对了 各位建议大家 你如果 要有一个不同领域的 对话的话 最好是开一个新的对话 你不要把所有的 尤其是你还不曾用过chip GTT的 你把每一个对话都当做是独立的 这样有个好处 因为他要帮我们记录嘛 所以假设 我这个 比如说这个 我专门问化学 这个 专门产生故事用的 这个 专门问物理的 那 你以后 你常问他的问题 他就会从里面去帮你做记录 那甚至你可以叫他 那你 就怎么样 来复习一下 我以前跟你讲过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了解 你要 寻寻善幼好吗 他是小朋友 所以你这样的话呢 以后 你每一个对话 就等同在帮你训练一个小助手 小帮手 这样子 来 那你看我就请他阅读这篇文章 OK 而且我是要改成联网模式喔 联网模式他才会连出去 送出 那你看他就开始 思考中 那这个时间长短跟你的那个文章的长短 还有就是现在使用的人数多寡 都有关系 那这个我就先不理他 等待会再来看 那我先回到这边来 你看 然后呢我就请他阅读完了 就回答我OK 对刚刚忘记 忘记叫他 回答完 OK 来喔 请他 这里 我就编辑一下有没有 好 这样子 你如果要修改就编辑重新产生就好 所以我看到他回答OK的 我就知道他做完了 好 那你看他说OK有没有 好 有同学提到 就是 这里 如果要换新电脑 那些问过的问题是否搬不过去新电脑 不会啊 因为他有汇出的功能 有没有 所以用这个好处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你用chip GT的话 因为你有注册账号嘛 他就会怎么样 跟着你走 但是我们这边如果你没有 就是用订阅字也没关系 这些绘画 可以导出 那么 你换到新电脑 或者是 我用不同的浏览器 你就用导入就好 或者你用我们刚刚的分享 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你看 我的东西 你是不是都看到了 这样了解 都OK喔 所以这个是我喜欢用他 很大的原因 好那你看喔 他已经读完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你现在是一个 具有独立思考的 评论员喔 那么你可不可以从他的 在台大毕业典礼的演讲 提出你的看法 他有没有什么逻辑 不OK或可以改进的 你看看他会直接告诉你 我并不具备独立思考 评论的能力 有没有 不过他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我刚刚给他的文章 他真的有读喔 有没有 对不对 他真的有读 那 你往下看 那我就说 那这样好的 你当做一个 生涯规划专家 有没有我们都在请他做角色扮演 为什么角色扮演在我们这个AI的 这个深层式对话中很重要 因为 当你叫他扮演 某一个领域的 这种 这种角色的时候 他就会用那样的口吻 那样的专业的 语言去回答你 如果你都没有告诉他用什么角色 他就是用比较一般的 这种对话方式回答你 这种对话方式回答你 有时候这样子 效果 不见得会比较好 通常来讲应该说这样得到答案是比较一般的 所以如果你要写程式你就告诉他你是哪一个 哪一方面的程式的专家 你看 我就请他对于这个演讲你可不可以列出 我们台湾年轻人值得学习的怎么练习 生涯规划 那他就开始开始建议 有没有 而且他建议还蛮不错的 你看他强调一些学习的他还告诉你 对 跟大家提醒一下 Channel GPP 偶尔也会像这样子 突然断线 为什么 因为使用量太多 你就告诉他请继续 或继续完成就好了 他就会继续回答下去 有时候他不小心断电 然后你看他还告诉你有一些网站你也可以参考 各位有没有发现 都是台湾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成 对话的语言 是不是台湾 所以他就 繁体中文回答你 也会帮你找 台湾这边的资源 所以其实像这个 就真的蛮方便 我们如果是用Channel G 反而有时候他会回答 回答你英文的 就回答完了突然就变英文的 然后我看一下 这里的话好像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情形 另外一个情境是什么 就是他的回答里面有可能会出现 部分的简体中文 各位你不要忘记的 是台湾的网路资料比较多还是大陆的资料比较多 一定是对岸嘛 所以有些时候其实他还是会有一部分的 那个简体字会出现 即使你已经告诉他是繁体中文了 所以那些就是还要再自己调整一下这样子 好 来 这样子对于角色扮演 有没有比较有概念的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Channel Everywhere 你一打开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个叫做角色扮演的一个建议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接下来 要更进一步了 其实你越用他你会发现 你要 告诉他的那样 就是 给他越多的 你要的东西 你描述的越清楚 他给你的会越具体 如果你只是就是 很空泛的一句 他也会 随随便便就回答你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 在简报31页这边 你可以提供他的参考 范例和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我想 最近大家应该也常常听到 联合国的SDGS 有没有 永续发展 你看喔 如果我想要用这个来产生一个英语的绘画短句 麦克提到说这个有时候请他继续 对 他会怎么样 回答 跟上面是不连贯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他这样你请他停止 深层之后你要告诉他 我上面有跟你提到什么什么 请你再产生出 因为他的记忆不太好 这样了解吗 短期记忆不太好了 就那个记忆体 可能已经超过那个 容量了 他就必须 再提醒他 重新再把那个载进 好所以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在这里 好 你看 我请他帮我准备 这个 三个英语绘画短句的主题 那我先让他用繁体中文回答 而且要用国中英文的 的程度喔 不能太难的 所以你看他帮我 列出了几个 比如说他找出 我记得是17项嘛 他找出第12项 减少浪费 主题是什么 有没有 角色有哪几个场景在哪里 那第2个呢他帮我找的第14项 减少污染的部分 接着呢 还要找到的第15项 好 OK 那 你就可以从这里面挑出来吗 哪一个啊我就请他 来吧 假设 你们要选看看你要哪一个吗 不一定要照我的 假设这三个你们会选哪一个 喜欢1的就按1 喜欢2的按2 喜欢3的按3 我们来看看 好不好 好 2的 1的 第1项的 第3项的 好像差不多 选1的 2的 看一下看一下 2的 3的 3的 好看起来 3的有点后来居上 好吧 我们来用3 好吧 好那你看喔 如果 我原本是用1嘛 那我现在就用3 增加这个 好我就 把这个 圆起来 反正你也可以这样玩 好吧 我提供给你这些就是希望 不要每次都重头嘛 你就可以编辑 这样了解 但是我下面那一个 这个我要先复制起来 来 我重新编辑 告诉他我要以第3个主题 好第3个 第3个 这一个 点上 不对不对 好 第3个 ok 那我请他 重新回答 那你改了之后下面就会消失了 因为 后面的会根据前面而来的 好你看 他就把我的剧本 是不是都 把它写出来了 好角色 场景 脚本 开始对话的是不是都有了 好那这边他忘记了 忘记什么 是不是开始用英文了 那所以如果你在他 还没有完成 或者你要他完成之后 再请他翻成中文都可以 好我先 请他停止 来 请你 请你使用繁体中文 把这个剧本 列出来 好重新列出来好了 ok 你看现在他还记得嘛 所以就还好 有没有 一样的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 为什么我们说 那个 Chill GT 在帮我们产生 这些基本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很棒 就是因为 你平常要做这件事情 要交代别人做 也要做好久 但是你现在就是二只小时 你随时都可以呼叫他嘛 ok 那你看这样做 可是呢 如果叫小朋友演这个 他一定比较没有感觉 对不对 那个什么Amy 然后 Benji 这班恩都不是我熟悉的 所以我就告诉他 来来来 刚刚我们 我把他复制起来的就是这一段 那我叫他 可不可以用櫻木花到 有没有 用我们这个灌篮高手 对不对 学生ABC 你就把我用这个 而且要怎么样 要用他们电影里面有口气 各位 灌篮高手你们都看过吧 对不对 那我 我这个简报下面我记得我有放 没有 他没有扣过来 哈哈 我看一下 好好好 我里面其实有放 就是 比如说那个灌篮高手 我们那个 一木花到常常讲我是天才 有没有 然后他还会把安息教练不是称作老爹吗 刘川峰常常讲 你这个笨蛋怎样怎样 安息教练就会说 你们是最强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之前在网络上就有 看到有人就 就用这种类似所谓的口头禅 然后就故意改造一下Chimp G1 把他改造成 每次讲第一句话就是 这样 这样了解吧 就问候某人这样子 好你看 我请他把这个 因为他这里角色不一样了 我就把他改变一下 有没有 这个就不是学生A了 变成是什么 这个Amy跟班恩 还有哪一个 市政府官员 对不对 所以我们改造一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关完这个就 完好久了 好 OK 我请他重新帮我产生 然后櫻木花道有没有 四眼Amy 好好好 又有老爹有没有 这有口吻不一样的 然后安息教育 厚厚厚有没有 这样有发现不一样了吧 这样子小朋友要演比较容易演 哈哈哈 OK了所以我就让他到这里你看 有没有 你这个笨蛋 哈哈哈 OKOK好 到这里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为什么要让大家去做这些体验 因为 你 体验过看过别人这样用之后 哦原来可以 这样去使用 你才会慢慢发现什么 AI的 他的潜力在哪里 如果你喜欢问他 我是谁啊 然后我是某某某 然后做一些就是比较 日常性的对话 那可能 他能够给你的东西 你就大概会觉得就是一个好像聊天机器人 比较没有什么 可是你就可以尝试 把它用在不同的地方 这样 会比较好玩 那 当然其实后面这里我们要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 他也可以用来改作文哦 因为语文 是他的强项 所以你看 这个我把它先打开 这个呢是之前110年的那个 学册的国文嘛 我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 有没有 好 那 这个大考中心都有提供这个 作文的 一些说明 也有提供加作 所以我就把 这样的一个情境告诉他 我们看一下 好你看哦 他就 描述了 好 这个题目 然后呢 分成 计分总共分成三等六级 来做评分 他的描述 他的描述 是怎样可以得到A加 然后哪一个是A 哪一个是B加 这样是不是就把他的标准 给他的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啊 你看哦 如果哪些的情况 作答的情形 对不对 作答的情形是怎么样怎么样 好那 这一题最高分是23分 23分 不对 这23分有 有8个啦 那他的分布情形 这样先让他知道 这个就是他的评分标准 另外呢 再来 我们往下 这里我就告诉他 那我就把一个加作的同学的文章 就贴给他 请他帮我评分 而且要怎么样 写出评语哦 OK 那下面就是他的内容 我们就不用看了 你看 那现在就帮我们评分哦 依据 刚刚的作文的内容 和作文的评分标准 他给的叫做B加 那你看他是有做的分析 对不对 那 他还告诉他这篇作文有哪些不够的 所以没有办法得到评分 这样你有没有发现 真的蛮厉害的 只是说以后 师生之间可能就是叠对叠嘛 因为 学生会跟你讲老师那一篇我是用AI写的 然后呢老师就跟你讲 不好意思 你的作文我也是请AI改的 哈哈哈 所以蛮好玩的啦 你可以从他这边 这样子我就可以依照这样的 这些内容 就可以产生 很多 可能以前我们没有想过的一些情境 这样OK吗 这个是先跟大家分享 那最后一个体验我们来看一下吧 怎么样产生图文并茂的内容 我们 都知道ChipG主要是产生文字嘛 所以你看我们从刚刚到现在都是产生文字啊 那我可不可以在他回答的 这里面 这里面 让他帮我产生图片 其实这个部分 目前的做法 目前做法就是 他去找了一个 有人写了一个 就是 nslash 有一个图库网站 他有支援一些那个API 那 有人就去把他串接起来 就是 让ChipGPT 可以跟他做串接 让他用一些关键字去找一些 相对应的图片 然后把他呈现在我们ChipGPT里面 好那这里呢我就 找一段这个 给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你可以 看到我在这边的话 我的内容确实是有 图片的 有没有 好那你看我把他打开了 在这里 这边我是让他 用这个 爱丽丝梦游仙境 一开始的那个掉进 兔子洞 这样的一个 故事 把他改编成喜剧搞笑的版本 好那你看 他帮我改造出来了 对不对 好是长这样 可是呢我现在 请他帮我用一个语法 那这个语法 你看 你可以试看看 来我把它贴给大家 你可以 试看看 如果你刚产生的 你看呢我就请他用Matham语法 那Matham语法 其实我们 今年好像八月份吧 我们还会有那个Notion的课程 那Notion 就 有这样的语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Google文件 Google简报好像都有支援 Google文件我确定有啦 都有支援这个Matham语法 那个 使用起来其实蛮方便的 你看 我请他 帮我 为每一段文字都 配上一个图片 那图片的语法就是像这样 他会有来自这个图库网站 然后大小 还有后面 请ChimpGD帮我产生一个 根据这一段 号用一个那个关键字 所以你看 他 帮我把 我的第一段 有没有 跑进一个洞 他 就用一个关键字叫下兔子洞 所以他就产生这一张 不过你每次看他产生都不一样 什么意思 就是 因为你看我第一次 抓图的时候是这个 可是我现在就 把开这个时候 他 一样用当语法再连到那个网站 他会得到不同章 所以 图片不会是同一章 你看奇怪的洞跟我 之前产生的洞就不一样 他这个就是他的关键字 就是他关键的奇怪的生物 在这里 然后奇怪的梦 这样你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是要在对话的过程里面 你希望看起来比较图文并茂 可以勉强用这个方式 虽然他并不是这些图都不是AI产生的 他只是一个图库里面的 这个图片而已 但是这样至少可以让你的 这个内容看起来比较丰富一点 这样了解 所以 你看我们 从刚刚的 第一个基本的提问 到现在这边 有没有感觉到 CHABG 真的可以玩很多 那 其实啊你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更多的应用 你可以用在工作上写公文啊 对不对 写文案啊 甚至 常常大家要写email 甚至老师有时候要写推荐去 你要办 活动的企划 老实讲 我现在很多那个 一次的公式我都忘光了 所以我也问他 我就跟他讲我要什么情境 那个公式要怎么 怎么写 你帮我写出来 那层次设计更不用讲 甚至呢 你看网页文章啊 图片啊 影片 甚至摘要通通都可以 那也有人 开发的这种叫做 旅行的翻译器 那我们刚刚讲 包括像那个 Google的翻译 或者是 那个 简印 类似像这样 他们是机械式的翻译的话 其实一般我们常常 会有一些 怎么讲 有些翻出来 就是有点 字都看得懂啊 拆开都看得懂 那组合起来 意义就怪怪的 可是 他如果用这种 所谓的 语言模型的方式 产生的 相对就会比较容易看得懂 所以你看 他的界面就长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APP 也是一个云端服务 你看他会自动 翻成另外一面 你看这里 有没有 因为我就给你 像这样 我给你看 你就直接看 你就不用靠来我这一边嘛 对不对 我看我的 你看你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准确度就相对会高很多 所以像这些啊 你都可以多 去尝试看看 其实 以后 就是怎么样 AI 差在哪里 会用AI跟不会用AI的人 在 未来的10年左右 这个差距会很明显 等到以后 AI这一批原住民长大之后 又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风景 哈哈 好 然后你看哦 因为AI这么强大 所以 在 这两个礼拜 好来抱歉 在 这两个礼拜啊 其实你看到 包括像这个台师大 有没有 包括像清大 阳明交大 他们现在都推出了所谓的指引啊 生成是AI的使用指引 因为 你要进绝对是进不了 老师也没办法去判断这个是不是AI生成 对不对 因为 他讲的这么 人话啊 你又不是机器话 对不对 所以说 当我进不了 那我 要我们会希望说我怎么 引导你正确使用它 用在对的地方 就是得力助手 那如果你太过依赖AI 很抱歉 你不会去做思考 不会去做判断 以后你真的会被AI取代 这样了解 所以 这个部分啊 你可以 参考看看 这个我就不用讲太多 因为今天时间也不会 有太多在这一块这样子 OK 好